随着游客量逐渐增加七星潭风景区的饭店民宿业者林立 有当地的居民投诉 七星潭的家户污水没有经过处理排放到大排水沟 在环境污染上对当地的观光发展会是一大问题 20号上午县议会建设小组成员就进行相关的设施考察 了解污水排放的情形 欢迎县议会建设小组在总州黄振复 县议员林园复 吴东升邱光明 新城乡代表会主席陈秀玲 郑宝秀议员助理 20号来到花莲县水资源回收中心 以及七星潭大牌进行污水处理的考察行程 听取水资源中心人员进行解说 了解目前花莲市洁安地区的污水处理情况 我们现在这10年来的量是逐渐在成长吗 是随着98年12月要开始 是随着我们用接管开始是从零部 一直接 现在已经到11年了 现在我们接了当中4万4千6百零米户 随后来到七星潭大牌水沟了解当地民众 对于大牌水沟目前排放污水 造成环境空气的污染情况 而且一年的这个礼课啊 比我们塔尔国国家公园还多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建设小组的 来到我们现场来了解 为什么这边会有这种味道 我们一定要处 督促我们县政府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 不然观光客到这边的话 会把我们花莲七星潭整个评价降低 因为七星潭可以说是我们花莲的观光重地 我们都希望每位游客来 是带着美丽的回忆回去 而不是说经过这边 然后就觉得说印象不好 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找出源头 慢慢改进 那未来来这边游玩的旅客 都能够带着快乐美丽的回忆而回去 华丽县政府建设处表示 建设处会先了解 目前家庭废水污水排放的源头之后 再进行相关排水设施的改善计划 生活污水的这个排放问题 造成大盘恶臭 那或者是说 是不是从这个营区里面出来的 也有部分 有这样的一个臭味的一个污染的情况 那这个我想我们会尽快来做一个 相关的可信性研究 针对这个部分 看在短期或者是 后续比较中长期 我们怎么样的做法 来做这样的一个改善 建设小组来到七星潭 大排水沟之后 看到正在排放中的污水 不知道是家庭废水 还是事业废水的使用 大量冒着泡泡的污水排入大排中 总招黄政府也说 是否能够依循鲤鱼潭的商圈业者 来进行污水的节流过滤之后再排放 今天跟建设小组的议员的成员 来看了这个七星潭的一个污水的现况情形 那我们发现说 那个排水系统会产生臭味 所以我们这个建设这个县政府 尽快把这个臭味问题把它解决掉 并且也要尽快把这个七星潭这个地区 它的污水系统把它建置起来 长治久安 让这个七星潭的这个污水排放问题 能够得到解决 刺鼻的味道让议会建设小组 更是要求县政府建设处能够尽快处理 以免在观光大线的门面 让游客必须忍受环境的重围飘散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